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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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学中心 主任医师 教授 上海中医药大学 部署是中医医院肾内科主任 郭医生 我想你刚刚在后台的时候 我已经听到我们的VCR里面 这位老人 因为喝水喝多了 居然进了抢救室 听起来非常的吓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位老年患者呢 他饮水以后突然出现晕倒 根本问题还是肾脏出问题了 在短期的时候呢 他喝了很多的水 没有及时地排出体外 体流在体内 导致前身的循环血量的增加 最终导致心脏出问题了 因为心脏的负担在短期内增加 引起心理失常 最后引起晕厥 所以他的肾有问题 才喝多水之后被送进了120 是不是 对的 不知道小桃医生平时社区里 会碰到这样的病例吗 有的有的 有一个老大爷 然后他听邻居说 多喝水可以降低血粘度 然后拼命喝 喝完之后出现什么呢 水肿 然后高水压 蛋白尿 就是典型一个 肾病综合症的症状 那既然这个肾病 一旦发作得非常严重 那我们在这个发病之前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我们及早地发现呢 就是说呢 我们想自我判别 肾脏疾病的话 实际上有个很好的途径 那就是建议大家呢 自觉地 主动地去看一下 我们的小便 看小便 大家不要避讳啊 平时有没有这个 自己在 小便完之后再看一下自己小便颜色的有没有 有啊 这个 这个阿姨 因为我有这个肾病啊 你有肾病 所以你都要看一下自己的小便 每次小便我都要看一下 你觉得那个生了以后好像就是上火了 对对对 浅了就那就知道 阿姨 还OK 还可以 对对对 是吗 这个 龚医生 光从颜色来判定小便呢 有一定道理 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还是不足够的 今天呢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 如何从小便里来判定 有没有蛋白料 首先呢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叫蛋白料 蛋白料呢 顾名思义 就是说 小便里面 它蛋白质的含量 超过正常范围了 就叫蛋白料 我们正常的人体里面啊 因为蛋白质 它是在小便里的含量非常低 但是为什么 在病理状态下 它就会出现含量增多 为什么正常情况下 蛋白质不到小便里去呢 这是得益于我们肾脏的一个特殊的结构 叫肾小球滤过膜 这个图片呢 它是放大到4000倍 我们人体里面肾脏的 肾小球肌底膜的一个结构 是一图 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最外面凸起来的 我们叫竹突 叫竹细胞 但它每个竹细胞之间有间隙 这代表我们的肾小球的肌底膜 它是有孔的 肾脏 它的肌底膜出现问题的时候 就会使得那些 不应该漏到料院里去的 大分子的物质 它也漏出来了 原来肾小球一旦出现问题 蛋白质就会漏到尿液中 形成蛋白尿 那么如何通过日常观察 鉴别蛋白尿呢 这有两杯玻璃杯里面的 浅黄色的液体呢 我们是磨力一下 我们的人体的料液 然后这边呢 这一杯透明的黄色的 是我们用的鸡蛋清 用蛋清来磨力一下 我们料液中的蛋白质 白色的是食盐 因为正常情况下 我们料液里面 它是有盐分的 比方说磷酸盐 那我直接倒吧 我们用一杯 加入适量食盐的水 模拟肾脏健康者的 正常料液 用另一杯 加入蛋清的水 模拟肾病患者的 蛋白料液 搅拌均匀后 看看两杯液体 表面的泡沫 有什么差别 我们有泡沫料的时候 因为小便里面 蛋白质的含量多了 它的表面脏力会比较大 就能够有抵抗 外界大气压的影响 如果在表面脏力 很小的情况下 它泡沫刚产生 因为大气压的影响 它很快就破裂了 所以在家庭的时候呢 我们建议大家 有了小便后 不要尽快地冲掉 在马桶里保留一下 30到45分钟 我们再耐心地观察一下 如果这个泡沫 它还没有破裂 那么很有可能 大家要用起警惕 是不是小便里有蛋白质 需要到医院去做 专业的检查并治疗 那如果说在 30分钟或3个钟之内 它很快就破掉了 那么就恭喜大家 大家拥有一个 比较健康的生长 哦 是这样的 当药液里的蛋白质 增多时 药液表面的张力会改变 很容易形成泡沫 这些泡沫 在大气压的环境中 并不容易破裂 所以 尿液中存在泡沫 并非小事 没有可能是因为 肾脏出了问题 需要去医院 做进一步检查 那么除这个检验之外 我们还有什么 其他的这个测试 是可以检验说 自己肾脏出了问题了 肾脏出问题以后呢 很多时候啊 它会出现水肿 哦 水肿 对 对 肾脏引起的水肿 和我们其他的疾病 引起的眼睛肿 它有不一样的特点 哦 这张皮板上面呢 是双眼睛 对 第一个 这个眼睛呢 看起来它眼睛有水肿 但同时很明显的 我们都发现 它的白眼球 也有充血了 是红的 发炎了 一看就有炎症 对 是红的 那么这个就是 睫毛炎引起的 眼睛的水肿 那么这个病人呢 我们可以看见它 右侧的上肿是 红肿的 但是左眼睛是非常好的 那么这个眼睛浮肿呢 它是也是不对称性的 它是因为 上肿出了一个脉力肿 引起了一些 化龙性的感染 下面的话 就是我们肾脏 引起的水肿了 表现在远部 它是对称性的 我们可以看 像这个小女孩的话 它两个眼睛 是对称性的浮肿 比较明显 然后除了眼睛肿以外 它的面部 实际上也是可以看到 是肿的 好像脸也是肿 脸是肿的 所以我们叫 对称性的浮肿 对称性是它的特点 对下肢的浮肿的判定呢 也有些小窍门的 很多时候 我们在临床上 他病人说 我没肿啊 但是医生一发现 他肿得比较厉害 这里面 也是有些血奔的 除了脸部的浮肿之外 肾病患者下肢 也会有明显水肿 接下来 专家就来教你 如何准确判别 如果说两个腿的水肿的话 它是比较对称的 就差不多的 肿的程度的话 我们叫对称性的水肿 这个是和我们肾脏的水肿 是它的特点 明白 就是说要看看 这个腿的粗细是什么 如果说量的话 是量哪个部位会比较合适呢 位置的话呢 就是说两边同一个位置 有可比性就可以了 其实量哪个部位倒没关系 只要对称就OK 对的 有可比性 先从这个腿开始 这个是25.5 好像细了一点点头 但是也差不多25.3 这个看起来的话 从数值上看应该很接近 对对对 也就是 两毫米 对 也就是我们讲的 对称性的水肿 我的印象当中 好像应该是按这里吧 应该是 我的感觉应该是这个 我妈妈叫我按的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首先呢 按下肢的水肿的部位呢 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像方菲老师一样 按腿肚子呢 很有可能就看不到 会掩盖一些水肿 正确的部位应该在按我们的 因为小腿的主要那根骨头 我们叫颈骨 骨面上它的内侧 这样用中等的力度去按 有些时候太轻轻的按了也不行的 就是按照这个位置 但如果说上面一往上肿的话 就说明它水肿的程度越重呀 那您帮这个阿姨按一下 可以 像比方说我们可以先从这个 脚踝这个地方按 然后 那在这个地方 再慢慢 这个我已经看到有凹陷了 对 它水肿的还是蛮明显的 真是 那一直到这个地方都有肿 每一个地方都有肿 大家看了 对 看到没有一段段的凹陷 明快到膝关节了 所以它的水肿 还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再看看它对侧这一刻 也可以看 它也是一样的呢 很明显的水肿 对 这个也是弹起来的吗 对 这就说它确实是对称性的水肿 还蛮明显的 对 在家里的时候 我妈就跟我说 这个按下去啊 坑身不要紧 一定要立刻弹上去 如果那个坑一直弹不上去 就没说你是 可能是水肿了 有坑就肿啊 有坑就肿啊 观察判别蛋白尿 和腿部水肿 是日常居家 最简单方便的 肾脏自查方法 而错误的饮水方式 就会加重肾脏负担 那么 坑间流传的各种喝水方式 是否科学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来 按时喝八杯水 有益健康 这个我首先说 平时在家里都说 我妈天天跟我喝 跟我说 每天要喝八杯水 一定要高量 但是我总是喝不到 能做到吗 平时生活中 我觉得应该可以做到 工艺师 你觉得 应该是 哇 错的 所以你白喝了 你知道吗 对啊 每天喝八杯水 不对的是吗 我们讲饮水 非常重要 但是应该按照 个体化 按照每个人的实际情况 来决定一下 我们到底该喝多少水 就比方说刚才那位阿姨 她已经下肢水肿很厉害了 那么对她来讲 她的饮水量 就应该要少一些 对 那么我们健康的人 一天大概的 我们要维持正常的 生理活动的话 需要多少水呢 我们以六十公斤的 标准体重来算的话 我们一个人 她一天需要的水量 是大概是三千毫升左右 但这三千毫升 是不是要我们每天 都要喝三千毫升呢 不是的 我们人体类 它细胞会发生一些 新陈代谢 在这个过程中 会产生一些水 这个叫我们叫 瑞森水 大概多少毫升呢 三百毫升 那么把三千减击三百毫升 那么就还是两千七百毫升 那剩下就是我们一天 人体需要用的水 但是这个水里面 我们有很多途径 来补充它 比方说我们的食物 我们的水果 包括我们的汤 甚至这里饮料里面 里面都有一些水分 是 要把这些水都去掉 所以说剩下的话 我们每天大概的饮水量 大家就可以按照 每个人的情况 来进行调整了 所以说按时喝下八大杯水 这个是非常机械的 我们有一个量 就是说有个小方法 很简单的 来初步判定 我们每天大概应该喝多少水 就是说我们可以统计一下 我们24小时的 我们的料量有多少 然后在这个料量的基础上 加上500毫升 这就是我们每天需要 补充的水分了 这是第一次听说 对 我们都以前以为 机械以为说 喝八杯水就可以了 对呀 没想到还有一个公式 是可以计算的 当然要有两个极端情况 就比方刚才这位阿姨的 它是有肾病的 水肿很厉害 很有可能的时候 会吃一些力量剂 因为它要主动地去消肿 那么这个时候它的料量 是高于它的生理料量的 如果用它这个时候的料量 来加上500的话 那么它的素质就多了 对 还是那句话 每个人一天吃多少水合适 是个体化的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条 喝矿泉水好过喝纯净水 我觉得矿泉水 也没有矿泉水很多 对吧 喝多了以后 对人体可能是有好处的 肯定是好过纯净水的 又是错的 还是不对啊 看来生活当中很多小误区啊 矿泉水里面还有矿物质多 对啊 但矿物质多 不是对每个人都适合的 比方说我们在特殊的人群 很多它有结石的患者 那么它若矿物质太多的话 相反 有可能会诱发结石多的风险 所以说矿泉水虽然好 但对结石患者来讲的话 它可能就不如喝纯净水了 所以还是要针对不同的体质 有不同的病症的一些人 才能来喝不同的水 对吗 对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一条 睡前一杯水防血栓护心脏 有阿姨翘这个大拇指 说是对的是吗 我是从微信上看到 微信上 我们年纪上去嘛 晚上喝杯水防止血年度升高 对吗 微信上 哦 错 也是错的 阿姨说的 很担心年纪大了 血年度高 晚上发血栓 对吧 这样 睡前喝一杯水 来把血液吸释一下 但是我们讲呢 对老年人来讲 不光是血栓是要命的 实际上我们要综合起来看 它也没其他的问题 睡前喝一大杯水的目的是什么 老年人都想经过这个方法 来养生保健 获得健康的 但是老年人 我们肾脏老大了 肾功能减退了 本身就小便平 企业多 睡前再喝一大杯水的话 很多老年人呢 就使得平凡的企业 特别是我们老年男性 他有前列腺肥大的患者 他晚上睡前再吃一大杯水 那一个晚上就不要睡了 可能会诱发一些神经衰弱 顽固性失眠 甚至心血管的疾病 还是我们肾脏病加肿等等 又发现新的问题 2017年的 若比尔医学奖获得者 他的一个贡献就是 他证明了正常的 睡眠节力的 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 这里我也要说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有些老年人 是经常吃安眠药 他可能睡前喝水 然后晚上睡得迷迷糊糊起 容易摔跤 骨折 还有时候会着凉 肺炎 然后这是得不偿失的 所以有时候要适当的 还是跟应人而一来说 对 还是大家说的这个个体化 差异非常重要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隔夜水致癌不能喝 我觉得好像也不对吧 我终于答对了 社会上很多说隔夜水不能喝 是担心一个什么问题呢 担心亚硝酸炎的问题 那么对隔夜水的话 也就是说一杯干净的水 放在干净的容器里 那8到10个小时以后 它的这些物质的含量 还不是非常高的 没有必要说担心 我喝了隔夜水来 似乎会得总流 没到这一步 没有那么夸张 所以这个谣 我们可以已经辟掉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早上喝盐开水能杀菌 对的 这是我听说过 对 而且我是听我的朋友说 告诉我说 每天早上起来 一定要喝一杯盐掰开 他说可以清理肠胃 对 就让一天整个肠胃 非常的干净 然后可以保护健康 养生 我没有这么操作过 因为我觉得盐开水 很难喝 但是呢 我是认为理论上 它应该是对的 那么 早上喝盐开水 到底对不对呢 早上喝盐开水 能杀菌 哇 还是错的 那为什么呀 对 公主为什么 这个问题呢 把你出来呢 实际上是提醒大家 因为我们有个真实的病例 是一个年轻的人 他呢 因为在国外的时候呢 每天要喝一大杯盐水 他认为能够清理肠道 能够把前一天晚上 产生的代谢肺部排掉 然后呢 他坚持了大半年 就发现了肾功能减退了 大半年的话 每天这么高浓度的食盐的吃下去 然后的话导致肾脏的负担加重 我们建议大家就说 单盐水漱口 能够有效的移植口腔内的细菌和微生物 是对的 但是不建议大家喝下去 要把这个盐水吐掉 不要咽下去 不然会造成对肾脏 对其他的心脑血管的一些危害 好 那今天呢 我们这个工医生啊 来到我们的现场 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新鲜的知识 包括给我们大家辟谣了 关于喝水的那些事 谢谢我们的工医生 如果电视机前您呢 想了解更多的健康常识呢 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同时呢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东方卫视 明依化养生 好了 今天节目就这样了 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再见